大家好,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看三节的经文。 这里在第一章第九节就是这么说的, 卑微的地轻声高就该起落,腐足的降悲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 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謝,美容就消没了, 那腐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都要这样衰残。 其实你看看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呢? 很明显有一个对比,一个对比就是卑微的弟兄会升高, 那帝兄就是我们一帮信主的人,有些是卑微的, 但是有些是比较富有的,所以那个富足是一个富有的意思, 但是富有的降悲,那就一个对比了, 卑微的升高,富有的降悲。 但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呢?开心。 那如果你看到有一些比较贫穷的弟兄, 弟兄姊妹,她能够有风足了生活,升高了, 或者她的升职,或者她的位置是高,越来越好, 这样,我们会等到开心,就当起落,自己都会起落, 但是富足的降悲,也都如此,也都要起落, 前面容易明白后面,富足的降悲都要起落, 就很奇怪了,就是好像这个, 看回你前面,我们讲过的经文, 百般试炼的,都要以为大起落, 是好像很不正常的,有试炼怎么会起落呢? 你这个风足的情况,去降悲又要起落,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好像无端端说了一个题目, 就是富足,卑微, 其实这个风在后面,都会探讨到这个教会的现象, 是有卑微的,有富足的, 但是呢,除了这样之外, 她那个起落的问题,就可以扔到整个主题了, 在试炼里面要起落, 所以其实呢,如果这样看, 就是说,为什么富足的富有的, 他降悲会起落呢? 因为呢,其实他是会经历一个试炼, 所以就会起落,是吧? 就是在一个好一点的, 顺景一点的,或是富足一点的, 他去到低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给他去经历试炼了, 所以都应该要起落, 那么就想得通了,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他富足的降悲, 他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 其实人就会发现后面那里, 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 就是他后面就形容, 那些草是怎样, 很快就没有, 花都会丢蟋, 你草又枯, 花又会丢蟋, 总之, 我们都是一个, 认识到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很有限的, 也都好像诗篇那样说, 诗篇90篇那样说, 人都是这样很快的, 过去的, 其实有时富足的人, 他不会意识到这件事, 好像有时候可能觉得世界在我手, 或者觉得很顺景, 但是, 当有逆境, 有试炼, 甚至是, 可能你是比较有财富, 而慢慢没有, 那其实是一个提醒, 是一个提示, 或者叫Wake up call, 就是, 让我们看见, 其实人是很有限, 也都看到很多物质的东西是过眼云烟, 那样其实是否应该起落呢? 你有一个人生的一个体会, 是吧? 就是, 更加去让我们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的信仰, 最后呢, 就是那个说到, 富足的人, 在他所人事上, 都是这样的衰残, 就是, 就是, 就要认识到这件事, 所以我们可以, 懂得去, 就是有个喜乐, 但是, 还有一件事, 去理解的就是, 其实古代世界, 就认为, 人整体资源, 是有限的, 那有一个, 概念叫做Limited Good, 什么叫Limited Good呢? 就是说, 一些物资, 是Limited的, 那么, 那个想法就是, 全个世界, 都是, 可能一个, constant的, 数目的资源, 就是以前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以, 如果有人, 是得到多些资源, 其实, 就另外一些人, 是会少些资源, 倒回来, 另外一些人, 多资源, 我们又会少些资源, 就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constant的上数, 所以呢, 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 如果富足的降低, 就是它少了, 那其实呢, 卑微的那些又升高了, 就是它又多了, 那就是说, 我们不是只是个人去, 就是少了, 就起落, 而是我们也看到, 人家多了, 会起落, 就是说, 你看到自己少了, 其实你会知道, 在外面的地方, 你所少了的资源, 是人家得到多了, 你就开心, 所以如果这样看, 这个真的很有智慧, 就是, 雅各书给我们看到, 不要看表面, 也都是, 不只是关注自己, 自己当然面对试炼, 面对很多难处, 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去成长, 去学习, 更加的, 你会为人家开心, 因为, 原来的资源是共享的, 所以呢, 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去明白, 这个经文, 深层一点的一个背景的意义, 好, 我们讲到这里, 拜拜!